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起立 李宗盛 敬禮 老師好 大家好 今天精神不錯 請坐下 好 開始進行例行性的動作 陳檢布 對 來來來 大家把手帕 衛生紙跟茶杯全部拿出來 快點快點 不是 阿龍老師 今天請你來是有Special任務 Special的任務是什麼呢 今天我們要檢查的是 手指甲 手指甲 好 大家趕快把手指甲伸出來 聲音洪亮 個性雙朗的阿龍老師 雖然外表看起來像個大孩子一樣 但其實他是一個超級奶爸 擁有兩個小寶貝的阿龍老師 非常喜歡和小朋友打交道 而且他有一個專長 那就是幫助小朋友來解除難改的壞習慣 阿龍老師等一下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檢查這件事 真的嗎 好 來 從這一組 爸爸的手指很乾淨 讚喔 蕭姐的手指也不錯耶 等一下 根據我仔細的觀察 是的 我懷疑 蕭姐 你平常是不是有咬指甲的習慣呢 是 沒錯 抓到犯人依 好 再看看下一組 好 資誠的指甲喔 你看這邊 有嫌疑 等一下他來問問看 你是不是 都誠實的 好 誠實是好想看的 看看一下 好 我看 Money的指甲讚 很乾淨 又乾淨 又軒的指甲 等一下 那這邊的肉為什麼這樣 對啊 高生什麼是 摳的 摳的 用手嗎 對 把他 你這個傷痕累了 你看法龍老師 你現在知道了吧 今天就是要請你來 就是面對他們的問題 好 現在請誠實 媽咪跟爸爸一起喔 我的小朋友 我自己 有咬指甲的請舉手 怎麼辦 法龍老師 你看吧 所以今天啊 特地派你來 來參與這個神聖的使命 因為你就是 哈哈哈哈 人家都叫我 咬指甲終結者 哇 但是啊 在你發揮你的功能 根治他們的咬指甲問題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喔 穩文跟巧巧 發生了什麼事喔 好 來看吧 今天是月考成績單 發回來的日子 穩文從拿到成績單的那一刻開始 就非常的焦慮 哎呦 完蛋了啦 數學值得58分 怎麼辦啦 穩文 我們一放學就躲在房間裡面 出來吃飯喔 好啦好啦 等一下 誒 他是卡完了嘛 成績單應該出來了吧 哦 那個那個成績單喔 對啊 快來快來 等一下再給你看 你先出去了啊 幹嘛推我啦 有什麼事瞞著我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喔 沒有就好 推媽媽出去後 穩文愁容滿面的坐在床上 每次穩文只要心情焦躁 就會不停地咬指甲 但這件事情 家裡的人都沒發現 沒多久 弟弟也放學回來了 姊姊在幹嘛 沒有啦 你先出去啦 媽媽 趕快過來看一下 姊姊好奇怪喔 天啊 穩文 你怎麼會咬指甲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加入就會咬指甲啊 你看看你的手指頭 哇 變得這麼醜 你看看媽媽的手指頭 好像青蔥般的新鮮玉子 有沒有 那你的呢 你看你的手指頭 喔 你這樣我怎麼跟你爸爸交代啊 啊 有那麼嚴重嗎 沒想到穩文 居然這麼愛咬指甲 媽媽決定 一定要好好地改正她這個壞習慣 於是當天晚上 媽媽趁著穩文熟睡的時候 偷偷地來到房間 不行 我一定要改掉穩文 這個咬指甲的壞習慣 上人有說過 大錯誤容易翻新 小息氣不易剔除 唉 這攸關穩文一生的幸福啊 我一定要改掉她這個壞習慣 然後就感覺到 一起吃哦 有這貓老小的 小息鼻子 讓我一泓 好 新鮮玉子 這位子 老小的 我已經是這她的 媽媽 沒事妳喔 沒事 沒事 妳在幹嘛 沒事 媽媽是為了妳好啊 媽媽為了要讓妳有 青蔥般的鮮鮮玉手 讓妳的手指頭 漂漂亮亮的 來 繼續睡 繼續睡 我很困耶 妳不要吵我 好 好 好 繼續睡 原來萬金遊這麼厲害 我的絕招都被他學去了 所以妳有一招就是 用萬金遊來治療咬指甲 對啊 可是其實今天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其實爸爸跟媽咪都很擔心 我想爸爸媽媽應該也會很擔心 那我們要來讓小朋友了解一下 為什麼爸爸媽媽在擔心好不好 好 我們就從蕭姐這邊來說說看 蕭姐妳猜 為什麼爸爸一直很擔心妳 咬指甲這件事 因為就長大後的時候 就手會變得難看 是為了長大後 現在很好看 長大以後才會變難看 還是現在就 現在就已經有一點變形了 所以妳的意思就是說 爸爸擔心只有難看這件事 嗯 還有就是 就裡面的細菌都吃到肚子 而且爸爸是醫生耶 爸爸每天在想的就是跟細菌有關係 對不對 爸爸 是啊 咬指甲真的是不太衛生 怕會生病喔 對啊 所以是怕妳生病 那妳了解爸爸的這種擔心的話 爸爸有沒有常常一直提醒妳 提醒妳 有沒有一直提醒妳 有 有喔 那阿東老師怎麼辦 可是要先問蕭姐 為什麼她會想咬指甲 為什麼妳要咬指甲 對 就 平常大家都是那個緊張的時候 就咬指甲 例如說 就 就考試考不好 或者是就很緊張 做一些事情這樣子 可是我就是無形中就會咬指甲 所以也沒發現的時候已經咬進去了 不小心就已經咬很多了 然後一邊在寫考驗的時候 已經咬完了 真的就是這樣啊 真的 很習慣了 不由自主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怎麼辦阿東老師 當她發現說我開始手要往嘴巴裡塞的時候 我會建議她做另外一個動作 就是當她的手呢 雙手扣起來 比如說我如果壓力很大 要給自己祝福說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沒問題 用這樣的動作呢 來代替把手指頭塞到嘴巴裡面去 而且這樣子呢 也還有祝福自己的效果喔 覺得怎麼樣 不錯 嘿 這招可人可行 好 下一位 資誠 齁 那資誠 妳說 妳知道媽咪為什麼擔心妳咬指甲嗎 我會容易生病 也是容易生病 對啊 她小時候還得過那個手足口病 等一下 手足口病就是嘴巴裡面都會鋪很多動力 對 但是就算那樣子 也沒辦法阻止妳咬指甲的衝動 太小了 不知道咬指甲 那妳為什麼會咬指甲 就太緊張了 所以妳也是因為緊張喔 難怪現在講話這麼小聲 因為在緊張嗎 不算 所以妳一緊張 就會咬指甲 會發現嗎 會 發現的時候已經在咬 但是有時候會趕快把它拿出來 不然就是 游進去 妳乾脆吞下去算了 蛤 怎麼辦孟老師 像資誠這樣呢 像這種 她自己也知道的話呢 我會建議她說像寫日記一樣 知道自己要開始咬下去的時候 趕快 趕快把她的手壓在手上 然後拿一張紙特記 我現在 幾點幾分 我想要咬指甲 為什麼我想要咬指甲呢 等她全部寫完的時候 她一定忘記要咬指甲這件事情 好 等一下 資誠建議自己 這叫拖延戰術 拖延想要咬指甲的心情 對 妳覺得這招怎麼樣 還不錯 對 那老師妳果然是終結者 好 那我來看看佑軒 我知道 佑軒不是只有咬指甲 還有摳旁邊的指甲 對啊 為什麼妳會這樣 我不知道 這是忍不住嗎 妳會忍不住嗎 對啊 對啊 那妳知道妳自己在摳嗎 有時候知道 可是摳一摳 摳一摳就已經摳掉了 欸 可是妳這裡已經都破皮了 都流血了 對耶 但就算這樣 也沒辦法停止想要摳手指的事情 這次摳破就摳一摳 喔 這右邊摳破了 換左邊 那媽咪為什麼不希望她做這樣子 基本也是擔心怕細菌感染 不過還好目前為止沒有 好險還身強體狀的樣子 蛤 可是阿龍老師 她有點不自覺 小老師妳知道嗎 像她的手指頭上面 有一點點像脫皮的狀況 有些小朋友她會摸起來說覺得不舒服 所以就會一直想要把它扣下來 對 其實我會覺得像這個問題的話呢 要請媽媽先準備乳液 喔 用乳液是不是 先讓她不要那麼的乾燥 第一個就先讓她有能夠不要那麼不舒服 對 感覺 她就比較不會想要去剝它 而且這樣剝下來之後 有時候讓它受傷了 在洗澡的時候水跑進去 會造成細菌的感染更麻煩 啊 所以如果塗了乳液之後 這邊感覺滑滑的 嗯 好像不應該破壞那種滑滑的感覺 嗯 這樣對滑滑不好嗎 這樣有沒有辦法 嗯 應該有 可以克制那個想哭的心情 應該是 好 洪老師 這一招好像不錯 哈哈哈哈 齁 那 宥軒妳一定要試試看喔 好 不過洪老師 嗯 我知道喔 如果喔 在現在就一直沒有辦法克制這個 咬指甲衝動 是不是以後 也會到我們長大都會有影響 一定會有影響 妳知道嗎 在我們平常我們在交朋友的時候 見面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有個禮貌性的拜訪 對 比如說 嗨 下一位的影響 噢 好啦 馬上讓人家定印象就打壞了 你看 欸 宥軒老師 是 說起來影響很大耶 但是喔 欸 我這樣攀影的時候 也許我的手指就摸到你剛剛 你知道我剛才做什麼了嗎 對 做什麼 我剛才因為沒有穿鞋子 所以我把鞋子穿起來 我穿了襪子又挖了鞋子 最後我覺得我應該要摔一點 所以我又摸了頭髮 結果我覺得我的肩膀上面 好像有種東西 我又摸了一摸 等一下 我這時候就摸到你的鞋子 襪子還有頭髮還有 噢 都在這裡了 是 好 這時候萬一有人把這個手指甲 拿起來咬的時候 冰宮 就全部吃下去了 全部吃下去了 簡副院長有說 真的嗎 在影片裡面就看得出來 那我們應該看一下影片囉 護理人員的手 我們再稍微請大家看一下 我們也做了一些的 這個感控方面的一些研究 發現剛照顧完病人 他還沒有洗手 一個病人之後的時候 我們給他做細菌培養 可以發現裡面這個手的地方 可以培養出這樣的細菌出來 這個叫濾濃感菌 這個叫AB菌 不是我們優弱乳的AB菌 是一種非常毒的一種菌 那這個在一個漂亮女生的手 竟然可以培養出 這麼毒的細菌出來 這個細菌是非常小格 那個是致病性很強的一個細菌 所以表示 我們在接觸的一個過程中 尤其是接觸到有病人 這方面感染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病人互動 接觸的一個這個手 就是很好攜帶病菌的 可能媒介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好洗手的這個動作 這個手我們請大家再看一下 做一個細菌培養 可以看得到 把這個手按在這個培養機上面 這個陽菜做的培養皿上面的話 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 這都是細菌的菌落 非常恐怖的一個狀況 然後洗手以後 一般的洗手就可以達到 跟剛剛這麼明顯的一個對比 所以告訴我們 雖然是老生常談 雖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醫院裡面叮嚀 我們一定看完病人 不是說所有的病人 一個病人看完以後 一定要做這個洗手的這個動作 不過這個也讓我們了解這件事情 不只是我們去注意到它可能去培養出細菌這個問題而已 我們也特別去注意到底哪一個部位 細菌比較容易躲藏 有洗手 有沒有洗手的死角 自然有死角 洗手有沒有死角 我們再來看這個畫出來的圖 最大一部分的一個紅色的部分所代表的 就是細菌還容易存在的地方 表示我們手掌有洗 是不錯 但是你看看這個手背 還有大拇指 還有指尖的地方 確實反倒是 雖然是洗了 但是還常常是一筆帶過 洗得不夠 洗得不夠徹底的意思 所以這個洗手動作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好像都是醫院的事情 這不是 這是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做好的一件事情 不是只是腸病毒 或者是說以前SARS來的時候 我們才要著重這個觀念 平常就需要從小養成好的觀念 所以洗手 這個很重要 小玉老師你看 細菌最恐怖的就是我們根本都看不到它 哇 這個白白這些都是細菌啊 對啊 然後這麼多細菌都在你手上 就算你洗手 可能都有死角沒洗到 然後他們就拿來咬指甲 然後就吞到肚子裡面去 然後細菌就在你全身走過來走過去 小玉老師 你不要再講了 你看他們每一個人都嚇得臉上都已經一副筋骨的樣子 等一下一緊張又把手拿來咬了 對… 又緊張又咬手 那時候又要趕快祈禱 可是 那用引導的好了 引導他們 好… 引導你們來想一下… 好 你們知道咬指甲可能會引起什麼疾病 好 你們想一下 好 又先說 腸胃炎 腸胃炎 好 我來看看有沒有這一個答案 腸胃炎 有 第一個就是腸胃炎 再來一個你看 有五種 還有誰想到 好 小姐 細菌感染 細菌感染 感染以後會怎樣 感染以後會得這個的 你看 腸病毒 腸病毒的結局 有可能就不能去上學了 就不能一直去玩 那這樣太恐怖了 再來 如果那個泥土裡面有蛔蟲 蛔蟲在泥土裡面生了蛋 然後你就去摸了那個泥土 然後又來咬指甲 會怎樣 阿翔老師 你說這個 很簡單 不是 這個 這個 吃下去以後 蛋蛋就會在肚子裡長大 就會生出一條一條的 蛔蟲跟寄生蟲 老蟲 蛔蟲 在你肚子裡面鑽來鑽去 好可怕喔 好 再來喔 這個大家一定都知道 嘿 感冒 為什麼感冒會從手指頭來傳染 病毒 對 病毒感染 爸爸你看 就說例如說我現在已經感冒的人 我跟爸爸聊天講話 結果我這個細菌呢 就講話的時候就飛沫傳染 然後到爸爸的手上 結果爸爸等一下就拿去 然後爸爸等一下就感冒了 好 最後一個 你們一定會很驚訝 是 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看 為什麼咬指甲會引起濕疹呢 好 我們請爸爸來做說明 爸爸是醫生耶 爸爸請說 OK 因為你咬指甲的時候 我們口水本身有些酵素 會把皮膚上面一些油脂 把它融化掉 融解之後呢 那個皮膚就變得比較敏感 會造成濕疹 所以是因為這個嘴巴裡面的酵素造成的 是 而且這個可能也沒感覺 慢慢慢慢累積 沒有錯 所以說盡量不要咬指甲 好 阿浦老師 那這樣很可怕耶 這咬指甲會引起這麼多的疾病耶 是啊 所以說咬指甲它不是一個好習慣 是喔 那我們除了要改掉咬指甲之外 如果咬指甲已經都改了 我覺得還不夠 當然還不夠 還要怎麼樣 還要讓我們的身體能夠更健康 好 那就要從洗手的方法正確開始做起 好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看 醫生教我們怎麼洗手喔 那洗手的方式呢 事實上最重要的就是 還是要靠著濕搓 衝膨擦這五個步驟這樣 那濕的話就是說 我們首先先把水龍頭打開 讓我們的手呢沾濕 那除此之外去擠這個洗手液 在手指手上 手心上 那搓的話呢就是說 把手呢放在水龍頭底下 就是搓洗一直搓到有泡泡為止 那並且呢在搓洗的過程中呢 記得呢我們一定要洗到手腕的地方 而且在洗的時候不管手心手背或者指縫指甲呢 都必須要確切的洗到 那通常就是搓洗的一個動作呢 就是必須要搓到手腕的部位 並且呢手腕部分的一些像手錶或手式的東西都不可以佩戴 這樣才能夠就是說避免有病菌躲在裡頭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們把這些泡泡給沖掉 沖掉之後呢 就在關水龍頭的過程中呢一定要記得 我們呢如果家裡面的水龍頭不是感應式的 一定要先用手去碰這個水 然後呢去沖洗水龍頭的開關 然後呢再用手去拿擦手指 將這個就是手握擦手指呢 就是再把這個開關關起來 那最後呢再把手給擦乾淨這樣 那整個洗手的過程大概盡量要達到20到30秒鐘的時間 才能夠確保就是整個洗手呢是完整而且有效的 哇 阿龍老師 所以這個洗手啊真的是要很注意每一個小細節 可是手洗乾淨的千萬不能再咬指甲 沒錯 別以為洗乾淨就可以咬了 好 那我們現在一定要來想一些對策 我們現在要出一個任務 好 就是呢 請家長啊爸爸或媽咪跟小朋友討論喔 就是剛剛阿龍老師建議的那一招 好 爸爸要怎麼用 然後小朋友要怎麼用 或是你們還想到新招可以用的 等一下要告訴我們一下 你們已經想到哪幾招你們是可以用的 讓我們有信心你們真的可以 不再咬指甲好不好 請大家和我們一起回顧 剛剛阿龍老師已經教過小朋友們 有哪些戒掉咬指甲 和摳指甲用壞習慣的妙招呢 就是你的筷子喔 就是做一些動作讓你轉移注意力 就不要去用指甲 喔 那萬一你要用的這一招 沒有成功的話 爸爸就出一招 對 萬一說他剛剛自己講的 轉移注意力這招沒有效的話 晚上他睡覺的時候 我就學剛剛那個家長 在他的指甲上面塗辣椒牛 喔 那早上起來的時候一吃到就 欸 就辣了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 蕭姐祝你成功 我們給蕭姐掌聲鼓勵 好 再來我們請資誠 好 請說 跟媽媽比賽 然後看誰去那種出指甲台 如果我贏的話 然後請我吃東西 喔 這麼好 媽咪妳也贊成 當然囉 對啊 要不然我從來都沒剪過他指甲 對 因為他都自己已經處理了 對 喔 助理成功喔 好 我們給資誠掌聲鼓勵 好 再來 就是可能要摳的時候 就先做了有關手部的運動 先做這甩甩的動作 或是這樣拍手 好 做完這些運動的時候 他就應該就不會癢了 就不會了 就沒有癢的感覺了 好 我們也給優先掌聲鼓勵 好 請坐下 老師你看 大家都想出他們自己的招式了 嗯 真好 可是喔 我們剛剛講到會咬指甲 有的人不是只有因為這個習慣 還有人是因為 很無聊 或者是因為很緊張 那怎麼辦 嗯 做運動來放鬆 喔 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運動喔 走走走走 做運動時間到 阿龍老師為了做運動 你看起來神清氣爽的不得了 要讓自己心情愉快 好 沒錯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動作 放鬆心情 就是呢 從我們的小指開始 從小指開始 往前拉 慢慢放鬆 往前拉 拉直喔 鬆手要直 好 放鬆喔 希望大家能把今天 在幸福教室學習到的方法 落實在生活裡 而且要持之以恆 克服困難 不要被困難給克服囉 相信大家一定很快就能夠 終結咬指甲和摳指甲肉的壞習慣的 好 再來四根手指 你的肩膀是很鬆的喔 因為肩膀都不需要用力 好 換手喔 從小摩指開始 把它拉直 往下放鬆 所以正常來講 你現在肩膀鬆的 然後手也放鬆 好 鬆直 好 鬆直